藍瓶林的農村 25歲的壁祖不良於行 起居都得有人搶扶 一場車禍造成他昏迷在床 四個多月 醒來後面對的不是全新的人生 而是龐大的醫藥費 還有漫長復健路 他的走路是很不穩定的 而且講話也是不是清楚 記憶力也是不好 而他身上就是有帶著那個倒尿管 所以在給他很多的不方便 意外發生前 壁祖做的是鋪地磚的工作 收入還不錯 但現在不只做不了工 家裡還因沒收入 生活陷入困境 翻開的米缸的時候 就是看到見底的 看得非常心酸 眼淚都要流出來 明天的食物是沒有著落的 他只靠一個遠鏡幫幫他支援他 之前他有去接觸那些比較有錢的人 去幫忙壁祖 可是都被拒絕了 所以他很感動也感恩慈激幫忙他 慈激志工家訪時 為壁祖一家人送上生活物資 還聯絡上城市醫院 希望能找到更好的治療方式 幫助他盡快痊癒 把他的倒尿管拿出來 本來一天要用8片的指尿片 後來就有教他做 腰肌膜的那個練習 他就可以控制他的小便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太太就說 他現在只用上一片指尿片 第二就是那些藥物 大部分都是維他命 壁祖可以不用吃 因為他已經在正常的飲食 他也可以省掉一筆醫藥費 就這樣慈激從8月開始 協助壁祖復健 最近一次再見他時 他已有明顯進展 他就是很勤勞地在做復健 才會有這樣的成績 我們兩天前去看他 他就用那個住的拐站 一步一步地從那個大路那邊走來 看到他這樣走覺得 哇 他進步的實在太快了 真的很難想像到 目前除了資助壁祖 醫藥費 每個月也給予他們一家人 糧食 只供期待下次再碰面時 他已恢復健康 重新挑起一家支主重擔 大愛新聞 尼波爾報道